中国人传统上都很忌讳死亡 佛教徒将死亡称作是往生 而为往生者祝念则代表的是一种祝福 慈祭人深入社区的祝念行动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怀 当大家都很忌讳的时候 他们能够心无挂碍 而且没有恐惧的去替陌生人祝念 今天的真实慈祭录系列报道 带您了解祝念这份再多金钱也买不到的祝福 这位往生者他主要是因为在台风天的时候 那么速倒下来把他给压倒然后往生了 那我们接到这个讯息以后 因为时间上蛮仓促的 大概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到达了这个往生的家里 不必会进入丧家 是抱持一份对亡者的祝福 慈祭之功祝念的这份心 更展现在动员的速度上 一个一个电话打 一个一个邀约 把地主电话讲清楚 有人没有办法来 所以你打20个电话 尤其才来五六个 不计人数多寡也必须祝念 因为在佛教的善终仪式当中 希望透过祝念把功德回向给往生者 请我们家属到前面坐 然后他们后面就很整齐着 念着那个阿弥陀佛 没有没有完全都没有 这个社会的问题真的是 我觉得很离谱 实际的那个就师兄师姐们来 大约十个人左右来 然后就自己自备茶水 然后都没有跟家属要求什么 就存心的 就以善心的来祝念 都没有要求什么东西这样 2月4号 复兴航空坠即当天 慈祭之功动员 不论在灾难现场或是殡仪馆 都陪伴在家属身旁 走过最煎熬的时刻 我们第二天就变成80到100 然后我们就说两个钟头一班 两个钟头一班 一个时段就大概有100个人 那我们就从8点一直到晚上6点 慈禁人祝念以有形的形式 传达无形的祝福 更有着对生命的尊重 还有另一种缘分延续的意义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